在這麼多大師的旁邊要寫字我非常緊張 提筆輝豪在台中市副市長蔡秉坤的帶領下 多位知名書法家及台下近20位的小朋友 共同寫下應景春聯 為活動揭開序幕 而書法家江一涵老師 為了鼓勵現場小朋友請寫書法 更以1000元向書寫小朋友收購所寫的字 為活動帶起最高潮 實在是太幸運了 沒想到坐在這邊可以 就是寫一個字就可以得到了1000塊 為了突破傳統展現書藝的時代性 市府文化局和合創始書法藝術基金會 以書位時代為主題 邀請書法家以書為概念 結合環保議題 分別創作出傳統與實驗 兩種不同風格的書法作品 吸引近80位各年齡層的 當代書藝名家共襄盛舉 傳統跟實驗 實驗的意思就是說 你透過一種創詩 那書跟畫其實相當性的結合 那你如何用樹木作為一個主題 作為發想 然後去想出說 如何用書法來呈現樹木之美 甚至保護樹木 所以這很多書法叫做寫 他們家 有的是寫他們家的這個樹 還有很多跟古人 中華文化裡面跟古人 古人的詩詞裡面有跟樹有關係的 他們都關心 所以這次很多作品裡面 都是在嘗試一個概念 我們要愛護我們的環境 把書法當畫作 用字形的線條及排列 呈現出不一樣的美感 讓書法不再只是印象中的工整嚴肅 而是多了前衛創新的味道 主辦單位也提醒民眾 展席到3月9號 喜愛書意的民眾 可別錯過這集結名家的書法大展 記者陳柏翰 台中採訪報導 有點兒子 點 胡 胡 胡